我训练赢多年来非常优秀的讲师 掌声欢迎王子涵 大家好 我是王子涵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也是北大毕业的 咱们这个节目呀 每年都会有一个北大毕业的 但是我呢 跟雪芹和鸟鸟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还是我们省的高考状元 我呢从小就觉得高考 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我从六岁就开始高考倒计时 我花了十二年时间 把高考整得明明白白 结果只用了三天就考完了 最可怕的是 高考都考完了 人居然还要活下去 我当年高考刚考完的时候 特别膨胀 特别嘚瑟 当时大家报志愿 都要买那个报考指南 我说我就不用了吧 我抛硬币就行了 反正只有两个选择 正面 北大 背面 复读 而且我当时真的太自信了 我当时完全没想过 我大学毕了业还要找工作 我妈说你选这个专业 以后不好就业吧 我说我都上北大了 为什么要考虑就业呀 北大又不是绩效 我当时就毅然决然地 选择了我最喜欢的 民间文学专业 毕了业来讲脱口秀 虽然我不知道脱口秀算不算文学 但我肯定是来到了民间 我当年信心满满地进了北大 结果开学就给我整崩溃了 开学班会的时候 老师说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班有个女生掏出一本书 说这本书是我写的 我说啊 你高考完都不用学车吗 我当年在北大 唯一一门优秀的课是乒乓球 那个课的标准是要连续搓球 二十板板板带转 我能拿优秀 是因为我还有一个室友 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他能把每一个球 精准地喂到我的板上 考试之前他还嘱咐我 他说一会儿考试你就记住 千万别动 我今天已经27岁了 我到现在都没有走出高考的阴影 我一直想证明 高考不是我的人生巅峰 我还能做出更大的成就 但是我越想证明 我就越证明不了 我发现高考这件事就是这样 考不好难受四年 考好了难受一辈子 但我现在也想开了 我觉得我就是应该放下这个光环 什么光环 我是我们省的高考状元 你看 没光环了吧 你们都不挖了 就这个光环啊 也就管内一下 我决定啊 从明天开始 放下光环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因为高考状元这个事 我自己只要不提 谁又能知道呢 谢谢大家 我是高考状元 王子涵 好 谢谢 紫涵 我觉得他其实挺可爱的 因为他每次说完一个笑话 果然是那种高考状元 学霸 他都在门上自尾划一钩 这样 他每回说完一个笑话的 这样 给自尾划一钩 check 这样一下 我觉得过程之中 反正还是 行 但是一直就没有爆点 主要是 我替紫涵说一句 其实他这套段 在线下是很成立的 只获得了一灯 即将告别我们这个舞台 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年12月 会再开一次训练营 大家如果想报名 可以报名 然后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今年马上也要出版一个 关于脱口秀 创作的理论书籍 虽然我不是很好笑 但我搞理论真的可以 明年再见 谢谢王子涵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下一位演员 魏大爷 好 大家好 我是魏大爷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偷学大会了 但是依然不会有太多观众会记得你 而且他不记得你 他还会发弹幕评论你 真的 我去年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还记得一条弹幕 悠悠地飘出来 上面写着 这个人长得好像我的前夫 马上后面跟了别人 发的一个弹幕 三个字离得好 弹幕还聊上了 我希望今年朋友们 可以友善一点 因为我妈也会看这个节目 我今天节目会讲向我妈 我妈今年70多岁了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北方老太太 性格强势 生活简朴 就在我们家 食品没有过期这个说法 一旦过期了 我妈为了证明她可以吃 会命令我爸吃一口 在我爸把这个食品 放到嘴里的一瞬间 我妈就会说 你看 没事吧 而且很多肉制品 放久了会变酸 我妈有一个独特的处理办法 就是把这些肉放到锅里 拿醋再炒一下 把食物本身的酸 嫁祸给醋 以酸致酸 我看这醋倒进锅里 一瞬间 醋自己都蒙了 哎妈呀 这比我酸多了 所以在我们家 经常会出现一些 奇怪的菜系 比如说 醋溜烧鸡 醋溜哈尔滨红肠 上一次我想吃个 醋溜土豆丝 我妈她跟我说呢 醋溜达干啥呀 土豆又没坏 我妈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喜欢 在这个床垫底下放东西 钥匙啊 钱呀 历年体检的X光片啊 我就跟我妈说 我这个X光片没有用了 可以丢掉了 我妈说那不行啊 丢它干啥呀 还那么新 我说没有用了 明天还会再拍新的呀 我妈说那也不能丢 这都是个人隐私 你丢了之后 别人看到了 知道你得了什么病 怎么办呢 我说知道你得了什么病 还能偷偷给你治咯 我现在没跟我爸妈住在一起 我们平常的联系呢 就是靠手机微信 我妈是老太太嘛 其实多岁了 也不会发文字 只会给我发语音 就是我妈发语音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压根没有想好跟你说什么 他就开始发了 而且那个手一旦按上那个按键啊 不轻易撒开 你们见过对讲机吧 我妈给我发微信 音线都是这样的 儿子 儿子 我是妈妈呀 我是妈妈呀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 你有空的时候 你有空的时候呢 你那个上那个网上 对网上便宜 你上那个网上 你去给我看一下 那个叫 那个叫那个啥 那个电视机套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就给我看一下 这个电视机套 你就给我看一下 就是网上 就是你有空的时候啊 对你有空的时候 就给我看一下 就是网上电视机套 给我看一下 有人说将五分钟 脱口秀狠的 难什么难 这就一分钟了 我当时收到 我妈的这个微信啊 真的我就感谢 微信已经只能发60秒 我就给他回了个OK 我妈生气了 我给你发这么长疑 你回个OK 你敷衍我 我没办法 我也拿手机 我就给他 我给他回 我说妈妈 妈妈我是儿子呀 我是儿子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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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从来没有 在这个舞台上讲过 我和我妈的这个段子 为什么今天 我要集中的讲这么多 关于我妈妈的 这样的一些事 因为去年 我妈确诊了 阿尔斯海默症 在她确诊的那一天 我突然之间 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家 会有很多东西 放到过期 我妈不记得吃 我明白了 为什么我妈东西 喜欢固定地 放在一个地方 不舍得丢 我也明白了 为什么 我妈给我发微信语音 总想不起跟我说什么 我前段时间回家 看到他们今年 新拍的这个脑部CT的片子 我一个从来没有学过医学的人 我都能会发现 有巨大的不同 我就看这个片子 跟我妈说 我说 妈 你留这些片子是对的 你看 真的很不一样了呢 我妈也看着片子 跟我说 是啊 因为是你爸的 最后 我想说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可能过了一年两年 观众 依然不会记得我 但是 那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我只希望 到时候 我妈还记得我 谢谢大家 我是北大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